快看,不要怀疑这些用AI生成的影片 嘿,我是忍者妈妈 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关于影片生成的AI工具 以使用者的角度来看 目前看到的可以概略分为三大类 第一,动作捕捉 例如之前讲过的Vigo, Animated Joints 第二,用文字或图片直接生成的影片 例如之前讲过的Pica, Hyper, Luma等等 第三,插入关键帧 指定的AI从A点演算到B点 再从B点演算到C点 以此类推,中间的帧数都由AI生成 这一类工具我目前看到有两个 测试的作品都放在Shores 还没看过的同学等一下听完这集可以去欣赏一下 我们上次讲了第一个开源的AI工具 今天来讲第二个AI工具 首先来到它的网站 用Google账号登入 这是它的收费方式 点选影片生成 影片生成的部分免费账号 目前一天可以有三分钟的算力 注意哦,是算力,不是影片时长 根据我的经验 每天三分钟的算力 大约可以生成18秒左右的影片 点选右上角账号的部分 可以看到你的免费额度还剩多少 使用这个工具之前 我们先准备好自己的图片 根据构想依序命名排好 滑鼠移到时间轴任意位置 插入关键帧的图片 最多一次可以生成10秒 点选这里可以输入文字提示词 但我大多时候都是空白 在设定这边选择长宽笔 运动幅度 是否循环播放 要记得选择与图片相同的长宽笔 如果不同画面会被切掉哦 左边选择风格 按下生成 这边会分两个阶段 前面会先生成画面 之后再进行画质增强 完成后按下载就可以咯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范例 乌龟这个范例 图片都是去背后的透明背景 只留下不同动作的主角 每一秒 插入一个关键帧所生成的结果 虽然把我原本的角色变形 但是动作还算连续 背景自动生成 整个效果还不错 再来这个海边奔跑的漫画女孩 我的图片背景只有相似 人物有远近之分 结果也还不错 背景经过演算后都有融合成一体 这是3D渲染 这是电影风格 这是动漫风格 再来这个森林里的漫画女孩 图片背景也是只有相似而已 人物动作不同 但结果也都还不错 背景融合一体 人物动作连贯 只有转头的部分需要多补几帧 才会更自然一点 这类AI生成影片 虽然不适合作为我们一般的动画 但它都有一种梦幻跟柔美的感觉 大家可以想想看要如何运用 再来这个萝卜的范例 是当初做手绘稿转彩色图片的实验过程中 做生成的各种角色图 看着看着就突然觉得可以都成一个作品 整个效果还蛮令人意外的 再来这个金属材质跟玻璃材质的logo 也是从生成失败的图片中所获得的灵感 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呈现四季的变换 或是雨过天晴的转变 或是天堂与地狱 或是用在艺术作品的展现上 像现在很多知名艺术展览都有光影效果 这个工具就很适合 所以我称它为最适合艺术家的AI工具 我有一些作品都会放在shores 喜欢的同学千万不要错过咯 今天影片中的漫画角色非常一致 是在哪里生成的呢? 请看下集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